2019胡润春晚洛杉矶置业及中美关系杰出贡献颁奖盛典 将于1月25日晚 在洛杉矶市中心JW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月14日活动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美国国家纪录片协会创会会长Hirinson Eagle 好莱坞著名脱口秀演员Peter Eilman 格莱美奖评委 华裔钢琴家张正新 美国专家会会长王希萌 美国大西北商会常务副会长王长盛等出席了会议 发布会场 胡润通过大屏幕现场连线表示 非常期待在洛杉矶与各位嘉宾见面 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自去年在洛杉矶成功举办胡润春晚后 今年第二次在洛杉矶举办的活动 将邀请到中国重量级的企业掌门人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 兰斯科技创始人周群飞 优逼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周健等出席颁奖胜 届时还有神秘嘉宾出席 福润百富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百富榜 但在全世界它是全球的富豪榜 所以我们这次在洛杉矶再次举办贡献奖的颁奖 它也是为了给我们在洛杉矶的华人华侨提供更多的平台 让我们这些可以要创业还是没创业 正在准备创业的人给他们一个平台可以去听 已经成功的这些企业家 他们是怎么有一个捷径 还有他们的心路立场 所以在这一点也是让大家看到 让美国人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的精英 他们的风范 还有看到我们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姿态 我们已经是LOOM College第二次参加 这个福润百富在洛杉矶的颁奖的盛典的活动 我们很高兴联合资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 就是沈平的邀请 我们共同再一次走到一起 去年作为中美贡献新兴 未来新兴 我也是非常的荣幸 今年有幸承办这一次活动 也感觉非常感谢胡润百富给我们此次的机会 希望说通过此次活动 能提升我们中美华人企业的更多的互利 更多的供应 更多的信息交流 华夏电视台记者奇诺刚市采访报道 ester一个人的词 也可能还要这么多的 很粘备 在一个人的铵